獅子在那裡擋不了 是不是在哭啊 這這盾牌 重新打一次啊 我真的是無言 兩千顆石頭建議抽什麼 你有缺嗎 你有缺那個兒子嗎 你可能缺一個乾兒子 沒有 兩千顆你就 不要不要抽這個 新的倉管系列 遠古山竹不要抽 其他合作抽 然後鐵扇抽 然後這個青蛇王抽 有用的都給他抽起來 阿不就好了 兩千顆可以抽十次保底啊 舒服 反正想像之後出的卡片 都不用當隊長了 反正有什麼卡片 都變成項羽隊員就好啦 阿他也是會給他限制吧 反正我們未來一年就知道了 看他怎麼樣 我覺得 作為一個觀眾嗎 作為一個觀眾 我更想要看看 官方在新的一年 要怎麼樣去克制項羽 那關卡到底要做得多G8 才可以克制項羽 除了什麼G8的 禁止項羽入場盾之外 到底要怎麼克制項羽 我還蠻想看這件事情的 阿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就算 關卡出G8到 能夠克制項羽 那其他隊也可以過嗎 這是我想看的第二件事情 所以我對於未來一年 反而更加興奮的是 關卡的難度 他到底會做得多G8 這個我們新的一年等著看 開始 開始期待 期待這個官方的G8了 禁止光鼠入場 我是說除了這種G8盾以外 這種真的是太扯的盾牌 之外 這種就是已經不用講了 他就不讓你入場 我說 正常限制底下 就是你可以入場 然後你要怎麼限制他 像是你要限制秦皇最簡單 你就是暗珠競消 這種基本上就可以限制 直接砍掉秦皇的一半手 然後再隨便出一個什麼 魔族客製盾 或者什麼不給你帶 反正就是 情況就已經很難過了 不過這隻項羽可是有兩個型態 你就算砍了我一隻手 我還有 五百六十隻手 還有 整個牛棚欸 還有兩種不一樣的型態 你再砍啊 再砍啊 這種感覺 你們懂我意思嗎 只會慢燃燒也可以騎啊 你就 有一點人你帶 你帶巴哈龍不就好了 啊不游的人 你主動機能開下去 你只要一動一步 那也有一消啊 那不是都可以過嗎 看對鏡子攻擊 有可能 以他們的這種尿性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期待未來一年啊 這個 還可以 G8 G8到什麼程度 五鼠加新進消 五鼠加新進消 那不是整版進消 那要玩什麼 官方的G8 聽起來乖乖的 官方的G8盾 整版煉獄火 感覺要 吃死盾好了 不吃死沒辦法過好了 A級王拳最看好 是火屬性那一隻啊 其他都還好 其他應該不用 不用醜啊 沒事的 感謝粉 睡 性 骨折三個種類 出完下雨 官方直接表示 出完這張五年內他都最強 沒有 現在官方只敢保證一年啊 他不敢保證那麼久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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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